彼得后书 第一章 我们主耶稣 多多的加给你们 当在各等德行上求进步 上帝的神能 以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 佳因我们 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上帝的圣情有份 正恩借缘故 你们要份外的恩勤 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 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 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 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 又要加上浅径 有了浅径 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 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们若匆匆足足足的有借几样 就必使你们再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不至于行懒 不结果子了 人若没有借几样 就是眼核 只看见近处的 忘了他旧日的罪 已经得了结症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恩勤 使你们所蒙的恩赵和简选坚定不宜 你们若行借几样 就永不失脚 这样 必叫你们疯疯富富的 得已进入我们主 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使徒亲眼见过主的威荣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 并且在你们已有的针道上坚固 我却要将这些事 上上提醒你们 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 提醒你们 激发你们 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 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 并且我要尽心揭力 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 事上纪念这些事 我们从前 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 告诉你们 并不是随从乖巧 捏造的虚言 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哈从父上帝 得尊贵荣耀的时候 从极大荣光之中 有声音出来向他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 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 预言如照在暗处的灯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 如同灯照在暗处 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 直等到天发亮 神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 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上帝的话来 第二章 预言将来必有假师傅 从前在百姓中 有假先知起来 将来在你们中间 也必有假师傅 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连买他们的主 他们也不承认 自取速速的灭亡 将有许多人 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 因他们的缘故 因他们的缘故 因他们因有贪心 要用猎造的言语 在你们身上取利 他们的刑罚 自古以来 并不迟言 他们的灭亡 也必速速来到 就是天使犯了罪 上帝也没有欢容 曾把他们 雕在地狱 交在黑暗坑中 等候审判 上帝也没有欢容 上古的世代 曾叫洪水 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 却保护了 全异道的罗亚 一家八口 又判定所多玛 俄摩拉 将二成庆福 焚烧成灰 作为后世 不敬虔人 的尴尬 只答够了 那常为恶人淫行 忧伤的义人 罗得 因为 那义人 住在他们中间 看见 听见 他们 不发的事 他的疑心 就天天相同 主能够 敬虔的人 脱离试探 主知道 答够敬虔的人 脱离试探 把不义的人 留在刑罚之下 等候审判 的日子 那些除欲身 众污畏的情欲 轻万主治之人的 更是如此 他们胆大任性 委扑在尊位的 也不知懼怕 就是天事 虽然力量 权能更大 还不用委扑的话 在主面前告他们 行不易的 得不易之公价 但这些人 好像没有灵性 生来就是畜虑 已被捉拿宰杀的 他们委扑所不晓得的事 正在败坏人的时候 自己必遭遇败坏 行的不易 就得了不易的公价 这些人 喜爱白昼燕落 他们已被玷污 又有瑕疵 正愿你们一同坐直 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 他们满眼是淫色 止不住犯罪 隐有那心不坚固的人 心中习惯了贪婪 正是被就座的种类 他们离弃正路 就走叉了 随从彼以之子巴难的路 巴难就是那贪爱不易之公价的先知 他却为自己的过犯 受了贼备 那不能说话的路 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 假师傅是败坏的怒博 这些人 是无水的井 是狂风吹逼的武器 有默黑的幽暗 为他们传流 他们说虚妄精夸的大话 用欲心的情欲和邪淫的事 引有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 他们应许人 得以自由 自己却作败坏的劳博 因为人被谁制服 就是谁的劳博 倘若他们因认识主 救主耶稣基督 得以脱离世上的污蔑 后来又在其中 被缠住制服 他们末后的境况 就比先前更不好了 他们晓得易路 竟背弃了全给他们的性命 倒不如不晓得为妙 俗语说得真不错 狗所吐的 他转过来又吃 朱洗淨了 又回到泥里去滚 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第三章 号机肖的 定他们的结局 亲爱的弟兄啊 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 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 激发你们诚实的心 叫你们纪念圣先知 如先所说的话 和主救主的命令 就是师徒所传给你们的 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基兆的人 随从自己的私欲 出来基兆说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 因为从列祖岁了以来 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 然后 仍是一样 他们故意忘记 从太古 凭上帝的命 有了天 并从水而出 直水而成的地 故此 当时的世界 被水淹没 就消灭了 但现在的天地 还是凭着那命全流 直流到不敬虔之人 受审判 遭沉沦的日子 用火焚烧 主的日子 要像财来到 亲爱的弟兄呀 有一件事 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 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主所应许的 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担然 其实不是担然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但主的日子 要像财来到一样 那日天 必大有响声沸沥 有形质的 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物 都要消尽了 这一切 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你们为人 该当怎样圣结 怎样敬虔 切切 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 在那日 天被火烧 就消化了 有形质的 都要被烈火融化 但我们 照他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 有意居在其中 要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有掌进 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盼望这些事 就当恩勤 使自己没有电污 无可指责 安然见主 并且 要以我主 长久忍耐 为得救的恩由 就如我们 所亲爱的兄弟保罗 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 写了信给你们 他一切的信上 也都是讲论这事 信中有些难明白的 那无学问 不坚固的人强解 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 就自取沉沦 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然 如先知道这事 就当防备 恐怕被恶人的错谋誘惑 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聚落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 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知识上有掌进 愿荣耀归给他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请不吝点赞时间 划优秘 sob